你们今天人生最大的财富 就是你以前所有失败的经历 我其实倒霉的事情挺多的 大家都知道我去找工作 找过几十份工作 全被人拒绝掉 对不对 我们二十四个人 二十五个人去肯德基招聘 二十四个路去 我没路去 我们五个同学去考警察学校 四个人路去 我没路去 反正我从来就没招聘成功过 然后所有的错误 挫折 几乎看起来 没人觉得我会成功 我爸妈也没有觉得我会成功 我记得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我问我太太 你有一天希望你老公成为 很有钱的首富呢 还是希望他成为一个 受尊重的商人 我老婆说 当然受尊重了 首富怎么可能呢你 我相信也不可能 所以我们走到今天为止 我觉得最大的财富是 因为我们习惯了失败 因为我们觉得失败很正常 成功不正常 因为我们知道每次失败 都可能只有无数的失败 才有可能带来一次的成功 所以这些经历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 学习语言 学习英文 开拓了自己的视野 当老师 我懂得 当老师也好 学生会懂得跟人合作 去理解别人 当然最重要是 抗击打能力 也就是说你的失败 忍受能力 这些东西 对我今天为止 受益之非浅 受益非浅 另外呢我想 创伤